這是被釋燈的 我先把東西整理一下 這個用了一段時間了,饅頭都壞掉了 這台是Skoda的Rapid Rapid底盤有好多車系都是共用的 像是奧迪的A1 福斯的Polo 還有Skoda的Fabia 跟這台車的底盤很多車系都是共用這個底盤 甚至是有一些其他車款,好像City Go 也是用這個底盤 這台車的車格是1.4針的 比Fabia的1.2針還要略大一點點 配置的話一般來說我們前方都是配置6公斤 後面的話有3公斤跟4公斤不等 車主的話其實它換了好多種品牌的避震器 這個品牌避震器也是很棒的 這個是被釋燈,而且它前面是做倒叉的設定 這台是倒叉 型號的話我有一點忘記了,它是B10還是B12之類的 是高低 軟硬 不能調整的版本 那它的彈簧配置的話是配Aiba 是配Aiba的短彈化 所以它的車高有略低 但是車主的話有露營的需求 所以今天的車高 並沒有想要降的很低 所以 我們今天有幫車主 稍微做比較舒適一點點的設定 那它的阻尼指 算是 比原廠強 如果用 百分比來說的話 我覺得應該有多個20到25%左右 比原廠強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筒 前方的話也是也是一樣 但是倒叉它的阻尼有稍微強一點點 那改裝成KT之後 變成有多兩個功能 第一個 高低能調整 高低能調整 第二個是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然後 這一台車的 前面 前方的話它有一個軸層 軸層上方有一個橡皮 昨天有直播過一台車 Suzuki的SWIFT 它的上座設計跟這個非常接近 日系的小車 歐系的小車 大概都是用這樣的結構設計 這個軸層 不太會畫 可是軸層上方有一個橡皮 那一個散狀的橡皮 稍等我一下下 我去拿 原廠已經使用了一段時間的 好 這個橡皮在 比較早期經理有開過的 福斯的 Lupo Lupo小車的話 也是這個零件 它的橡皮 本來的厚度會比較厚一點點 可是因為車子很重 會壓壓壓 把它壓到扁掉了 扁掉的時候它會 它會變形 變形之後前輪的camber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 轉向的時候就有可能會有異音 或者是甚至是定位的角度 會因為這個橡皮跑掉 而不準 所以這個橡皮算是 理成數到了就是一個消耗品 這個損壞的特別的嚴重 可是鏡頭不曉得有沒有辦法表現出來 這個孔鏡它本來是在這個圓的正中心點 可是它已經軟到偏心偏掉了 它這個孔已經往這個方向偏了 不曉得看不看得出來 它這個孔鏡 沒有在這個外圓的正中間 所以這個 上座的話 損壞的狀況 稍微嚴重一點點 這個叫損壞 那軸承的話 這個軸承的品質不錯 所以我們拆下來之後狀況很好 所以軸承的話就沿用原來就好了 那後方的話 來介紹一下安裝上車的樣子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是 專用的防繩套 它的密合度相當的棒 它的密合度相當的棒 直接砍到這個的 筒身上方 上方的話這裡有一個旋扭 這個旋扭就是在調整 軟硬度的 那調整的秘訣左邊跟右邊 一定段數要一樣 這個上方有一個 上座啦 這個上座 在Golf車系的話 常常會看得到 上座的話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這個上座其實不太會畫 除非有匹配到 不良的阻泥 或者是有浸泡到油脂 它的上座的橡皮 才會 才會壞掉 那一般的話 這個上座還蠻耐用的 那筒身跟 彈簧這個是一個扭力兩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 後肘的話 安裝的話 一樣有一個重點 筒身 不要縮得太短 筒身縮得太短的話 這一條彈簧啊 就撐住了 就預載太多 就會不好做 所以這一台車 安裝的重點跟昨天的SWIFT 一樣 就是筒身 不要縮得太短 就OK了 那今天的輪胎我們是配置 這個是 205 205 5017 205 205 17的 Nelson的輪胎 所以我們建議的 段數啊 大概在15段左右 前後都把它打到15段 如果啊 輪胎的選擇 選擇的是 普利時通好了 普利時通它的胎壁 胎壁是這個地方 輪胎的這個地方 胎壁會比較硬啦 普利時通胎壁很硬 如果是裝的是普利時通 那阻尼的段數啊 就建議 軟個兩到三段左右 可是如果裝的是 馬牌 馬牌這個胎壁啊 很軟很舒適 如果是馬牌的話 它的阻尼就建議 加個兩三段 但是 加或減的前提 都要注意一下 胎壓的部分 胎壓的話 就大概是 32到33PSI左右 這個胎壓 在日系車 是駕駛座的門打開 B柱下方就有 歐系車的話 在 加油孔打開 在這個地方也都會有一個胎壓的建議值 我們就依照 原廠的胎壓值 下去施打 就可以了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前面的話 這個是原廠離載串 原廠離載串 還沒有壞掉 但是原廠離載串 如果裝到KT的避電器上的話 會太長一點點 所以 離載串的話 KT會附比較短一點的規格 這個比原廠 大概短了3公分左右 如果用原廠離載串的話 這個防晴桿 它會跟傳動走的話 有可能會做乾涉 所以這個 離載串的話 KT的話 有附 有附一個新的離載串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這個是ABS感應線 這些的 固定孔位啊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前方的話 1.4升的引擎 我們配置的是 200長 6公斤的規格 那這裡的話 上座的話 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 在拆這一台車的時候 這裡都是 積了很多的 繡水 生繡的狀況 為什麼因為 這個前擋玻璃的下方 就位置在這裡 所以 如果洗車也好 或者是下雨也好 這個水啊 常常會浸泡在這個 上座的一個 墊片裡面 所以這裡很容易會生繡 所以 這裡的話會建議啦 我們多做一些防鏽的油脂 這個都是很棒的防鏽油脂 是 服飾的 銅 鋁 鋁1100 這個是很高檔的油脂 耐高溫 然後又防鏽效果又比較好 那如果 不是改裝的也沒關係 但是會建議這裡啦 會把它做一點防鏽 因為 日後要維修的時候啊 才不會有拆不下來 有鏽死的狀況 所以這個的話 建議要做一下防鏽 那這個的拆裝 方式的話 這裡本來有一個 有一個護板 雨刷把它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這個上座 跟Fabia的拆法 非常接近 好 然後這個的 前面彈簧我們 配6公斤嘛 那這一條彈簧 上部的話有一個轉接座 轉接座上方的零件呢 都要沿用原廠 所以 出廠的時候 彈簧下方這兩個托盤 是沒有鎖緊的 因為 預載啊 需要做好之後 再把這兩個 托盤把它對鎖 前面的彈簧 200長 200mm 所以預載的 大概是預載3到5mm 就是一個剛好的幅度 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預載太鬆化也不行 預載太鬆化 那彈簧會有間隙 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有間隙感 會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 前面的預載 跟後方的預載指示一樣 大概5mm左右 就是剛剛好 那 這種的小車的話 我們北區的清銷商那邊有類似的底盤 可以來供車友們來試乘 我們 在 板橋 現在也有一個營業據點 在 龍潭的話 龍潭以前的賽車場門口 是我們北區的清銷商 中區的話可以找我們的 飛魚底盤寄演 還有南區的話有很多的店家 可以為車友們來服務 我記得這款車的話在 高雄 永逸輪胎有好像有很多的車友在那邊做安裝 如果 車友們有問題 或者是有想要試乘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有問題嗎 高雄 高雄 什麼 有 Skala的專用的避震器 Skala的話有 Skala的它的底盤 跟這個車系 車系是差不多 大同小異的 Skala的話 有 這台車的話 一樣 價格的話可以詢問我們小編 歐系車的話 我們都是包29000元 那如果 這些車款 有需要試乘 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這台車 算是跟 Golf的 算是一個 聯勝車款 我覺得這台車很漂亮 尤其這台車 色 它的顏色有水泥灰的 我覺得超級漂亮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們有問題 再詢問我們小編囉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